歡迎光臨2020 十二星座絕不只是十二星座 我是星星教授安格斯 那麼本月的星象圖非常的有意思 整個園在中間橫切了一刀 上半部有四個等腰三角形 這也代表著腰斬了許多本來應該發生的好事 而這下半空的園 象徵的緣份在本月份容易冷 如寒冬來襲般 人自己的心容易冷 自己在做事的時候心也容易冷 所以你的行為就不容易保持熱情 持續累積下去 那麼堅持力與耐心是本月份都有在提升的部分 天王星與北焦點 成和結相位時比較懸 那你要跟隨著這個宿命 它會引導你出現一些轉折而被迫做決定 而這些決定卻突然讓你可以看到未來 而水星土星冥王星合相的態勢 對任何懷疑的人事物 你都必須去追根究底 也許你會看見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真相 天北六分跟著感覺走絕對不會錯 接著告訴大家一月份星座運勢 牡羊座的朋友 你一定要記得工作上要命的固執與韌性 常常是把你逼到死角的原因 在這個月份工作上 縱然你很堅持自己的想法 但是很多意見是需要整合的 因為別人也堅持自己的想法 但沒有誰是絕對對的 唯有群測群力 交換意見 整合出一條都可以接受的想法 那執行起來才會更順利 這點要提醒牡羊面對工作 你必須有這樣的心態 那麼在財運上面 其實偏財運不如正財來的理想 所以它也提醒你就是專心做好工作 如果你面對投資 或是要賭賭錢財的運氣上 大可不必在這個月份去冒險 那講到這個感情面上 雖然進入了寒冬 卻有一個浪漫的氛圍 其實你與對象之間 互相都有一些傷口 需要彼此撫平 當你記得幫對方呼呼的同時 也要敢秀出自己的弱點 讓對方可以更容易接近你 浪漫的氛圍 把握住你 更能在感情上前進一大步 今有座的朋友 1月份平均起來 算是有一個不錯的運勢 當然我們先從低潮的部分開始講 特別是在上半個月 所以你要記得 面對工作有很多事情 你想要解釋 包括人家對你的誤解 或是做事上面的一些衝突 但你要記得 了解你的人 不需要你多做解釋 但不了解你的人 更不需要你多做解釋 今有無需花時間 去在解釋自己的所有行為上 因為你的一切不需要向人報告 這也告訴你 你的直覺很敏銳 做事方法很細膩 原則上 工作相信自己 要展現信心去執行去做 那就對了 當然講到金錢的運氣上 其實是不錯的 正偏才可以算是有一個雙收的運氣 所以金牛花大把的時間 專注在各種錢的運用方面 你一定可以見到不錯的回收 最好的部分出現 竟然是你的感情面 雖然這個月份金牛座原則上是忙碌的 但是中間夾雜的一些假期 金牛務必把這些時間留給親近的人 彼此間關係可以靠得非常的緊密 雙子座朋友這個月份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面對到工作 同事與朋友之間 然後以及感情面的對象 都有一樣的狀況 就是好像你覺得對方 對你有一些猜測似乎想東想西的 也想干涉東干涉西 這對雙子會帶來一些困擾 這個困擾來自於 你覺得對方的心理是怎麼了 其實一句話可以解釋是說 其實因為對方在乎你 如果不在乎的話 連想都不會想 也就不會成為你的問題了 當你這樣想之後 你就會知道 凡事讓你會有心理顧慮的 往往他也是關心你的人 這樣也許會讓你暖心一些 先講到工作面上 與這個同夥相處之間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不要猜測 在想法上可以開誠布公 就把它攤出來攤 一切都可以比你想像中 更順利的去進行 只要要做好溝通的耐性 而在面對感情上的同樣的道理 對於相處的一些小細節不願 也要開誠布公的拿出來講 這樣一切就可以順利 職業之後的朋友 這個月份僅記一句話 其實謊言與誓言的差別 就在於一個是聽的人當真了 一個是自己當真了 那麼前者我們可以運用在工作上 工作上你有過多的包裝 讓別人看不清楚真正的你 其實這個包裝不是真的 是謊言 是讓別人從物中去看你 所以摸不清楚你想要說的 以及說出來究竟想做什麼 因此也會造成巨蟹做的 覺得工作上跟人好像沒有辦法 很直接了當的溝通 其實這一切都是你過度包裝造成的 試著照鏡子找出真實的你 對你的工作其實才有更正確的幫助 反過來我們再講感情面 感情面你又太坦率了 如果說的話過於直接 另一半你要看心情 它有些時候未必是全然能接受的 反而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應該要稍微柔軟一些 多解釋一些那會比較好 那在財運的部分其實還算是不錯的 它可以讓巨蟹座呢 在這眾多起伏的心情中 找到快樂的一個源頭 多花時間在金錢的運用上 獅子座的朋友 其實呢獅子就是一頭固執的野獸 有些時候他自覺的卡在一些點 那根本的原因是在 獅子有一個想法之後 往往就是橫衝直撞的一直前行 那中間呢其實應該停頓 應該要轉個彎的時候呢 一時之間轉不過來 其實呢他的個性 之所以被討厭或喜歡 都是同樣的一個點 那你要記得 其實只有想不通的人 沒有轉不通的路 那你就告訴呢 是坐在面對本月的工作上的時候呢 你只要換一個做事方法 換一種說話語氣 常常一個小小的換字 它可以讓本來不順的事情 因此變得順了 那還是可以達到你所想要的目的 所幸呢金錢運呢 是十二星座之冠 也就因此呢即便工作上 你會覺得與人相處或是做事都有些阻礙 但無傷於於你金錢的收入 這個部分是開心的 雖然在生活上呢 支出運用比較大 可是呢你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你就知道金錢收穫有多好 而感情部分就算是平順 它沒有干擾到市值賺錢 以及工作 本月份好好享受吧 處女座的朋友 在一月份呢 其實你當然會有一些過年的氣氛 但還是要工作個20天左右的時間 你一定要記住在面對事業上呢 其實可怕的是假好人 而不是你看到的真壞人 真壞人呢你是可以辨別出來的 可是對處女來講呢 做事情的犀利度 往往沒有辦法用在判斷人上面 所以不要跟一些不熟悉的人事物啊 太接近 那麼對你來說呢 會是一種很好的防範 而在事業的發展部分呢 其實在賺錢的同時 也不要忘了做副業的規劃 因為在今年的一開始 還是要提醒處女 今年你一定可以開闢出一個 自己另外的事業 你是不是應該要著手至少先去想 往後才有做的機會呢 而在感情部分 相形其實是冷淡的 那麼處女呢 是在生活上呢 面對感情似乎是有點無聊的狀態出現了 能不能多增加自己的一些幽默感 增加一些浪漫的感覺啊 處女呢 應該要在感情上多加用心了 趁著放假時間 好好一起出去玩玩吧 天秤座的朋友 不是每到過年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搏一搏一些運氣嗎 比如說從一些什麼發行的彩券啦 等等的 那天秤座應該抓住這個機會 這個月的偏財運是相當好的 也許你可以感染一些收到紅包的喜悅啊 把握住他 那在投資的部分呢 天秤座也算是風向球蠻敏銳的 如果聽到的新聞消息呢 也是跟隨他 那在面對到在工作上呢 反而會出現一些小低潮的出現 一個人能走的多遠啊 一定要看他的夥伴是誰啊 天秤座似乎該考慮一下 在面對新的一年的時候 你的夥伴 朋友的人選是不是該換一換了啊 可以讓你有下一階段的突破出現呢 那我們再講到這感情運的部分 而天秤座的感情運氣呢 其實呢 自己稍嫌被動啊 但是只要你處在觀望被動的態勢呢 感情是不會前進的 你一定要拿出比較主動積極的一些行為出來 它具體的發揮下來呢 你才能見到浪漫的收穫啊 所以記得 面對工作與感情 你都要拿出積極性 對你會更好 天蠍座的朋友 一月份主要的問題就在於你的說話 我們知道天蠍呢 是既直接且犀利的 但是你也不可否認 心機確實是天蠍的優點 也是特色所在啊 那我們首先講到面對工作層面的時候 其實呢 說實話最大的好處是 你不需要去重新想想你曾經說過什麼 他也告訴天蠍座 本月份你要誠實面對你的工作夥伴 很多事情你覺得難堪 覺得丟面子 沒關係 直接說出來可以改善它 千萬不要呢 因為過多的掩飾 已讓真實的你不見啊 那很多事情到後面 萬一被抓出來的時候 對你來說是更不利的 所以記得誠實以對 所有工作上的人事物啊 那麼來講到金錢運的部分呢 這個月份天蠍座的消費 花費是比較大的 很難有事情能阻止你的花費啊 那如果你非得要花 就花在你的感情對象上吧 這個月份呢 另一半可以概括承受你的所有情緒 所以也請你用現實面的金錢 好好地對待他們 射手座的朋友 在進入新年的第一個月份呢 要提醒大家一句話 就是讓夢想成真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醒來看著眼前的一切啊 那射手座很容易 不小心跑到自己的夢中呢 去沉醉在這個理想的夢想之中 大家記得呢 本月份現實很重要 射手呢 其實是一個相當浪漫的一個星座 偶爾浪漫呢 也會變成是一種華麗的空氣啊 抓不到 那這就不是你要的啊 射手座一定要認清錢的重要性 並且為他呢 付出一切的心力啊 所以我才提醒你 現實的重要 他才可以幫助你美夢成真啊 那在金錢與事業運呢 在一月份呢 你都可以挺開心的 但是呢 不要因為這樣就滿足 然後就停在一個休息的狀態呢 記得還是要保持啊 自己不斷鞭策自己的力量啊 握心長膽 你才可以十年都有好收穫啊 而感情部分是有做稍微比較冷落 只要多撥一些時間呢 跟對方相處 你就不會聽到太多的怨言了 摩羯座的朋友在一月份 你是十二星座 運氣最好的一個 那麼聽到這裡 你可能就會開始爽 但是要提醒你一句話就是 天使之水會飛啊 是因為他們隨時都把自己看得很輕 這也提醒了摩羯座 摩羯會因為自己現有的能力與地位 而感到驕傲 因為一切都是扎實在我手中 但這種氣氛呢 一下下就好 你隨時要調整到那個虛心 接受所有狀況的這個狀態啊 記得呢把一切呢你的友善呢 你的溫和 你的低調呢 你的謙讓都拿出來 對摩羯來講呢 你可以暗暗真的吃了這個李子啊 之外呢 面子讓給別人 那何妨給你呢 好我們講到面對工作與賺錢上 其實都是如此啊 你會看見很多自大人在那邊自吹自擂 或是看待很多人展現他的態度 你無需跟他們湊在一起 你只要收到實質的收穫 對你來講 他也就是最必要的 而感情上呢 跟射手座一樣 要多撥一點時間相處啊 你才不會聽到另一半的 不斷的說 你把事情都花在賺錢與世界上 水瓶座的朋友 你常說困難困難 你如果一直困在家裡 那真的一切都很難 那常常你在找出路出路 但其實呢 你只要走出門了 那一切路你都看得見啊 水瓶座在1月份的時候 隨著天氣的冷卻 也因此呢 那個基礎性不在的時候 水瓶呢 滿腦子就充滿了玩樂的這種感覺啊 似乎呢 該放自己一個大架了 跟水瓶座的朋友講呢 放假不及這個時候啊 因為本月份你的事業運是相當好的 工作上呢 不乏貴人的存在呢 那端看水瓶有沒有用敏銳度去抓住他啊 並且呢 空閒的時間 你還是要為你的工作去經營公關啊 所以對於工作衍生出來的一些玩樂交際 這水瓶座總愛了吧 你應該要多讓自己去參與啊 並且要讓自己接近一些自己平常不是太喜歡的人 也許呢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一些你也意想不到的收穫 感情部分呢我們先放淡一點 這月份呢比較低潮啊 不要理他 那你就比較沒事了 雙魚座的朋友 你們天生呢有一些受虐者的性格啊 其實你要記得呢 要自己發光 不要讓別人把你磨到發光啊 你知道就像皮鞋一樣 灰灰的越擦它會越亮 但你不需要這樣 你應該要自己主動一點 我們先面對工作的時候呢 雙魚對於自己啊 如果跟四周人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你要勇於講出來甚至是第一個講的啊 雙魚如果展現出自己的積極性的時候 更能讓人家看到呢 你先吸著腦袋推出的計畫是多麼的完美啊 這個當然要多增加一些自信心 當你在講出來的時候才有足夠的說服力啊 另外呢 雙魚不可忽略的這個成群結黨的這個重要性 雙魚其實是不太喜歡捲入鬥爭 但是呢不免俗的在職場上 你必須具備這種能力啊 如何雙魚能在做正事的同時 也能把這些四周的八卦閒言閒言聽進而 並且做出一些應對的方法 運用人的力量 那這就十分重要了 而感情的部分 雙魚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氣啊 也許你展現出的態度有點不良 以至於當你看到另一半 也展現不良態度的時候 你要先思考一下是不是自己出了問題